老聊聊英文 常见英文错误第六集 那我们来看看有些 哪些句子 哪些用法 是大家比较常有错误的 第一个 这太难了 我做不来 OK It is so difficult And I cannot 或者用I can't 也可以 I cannot do it too 也没错 这事情是太难了 我也没办法做 too too不是也是吗 怎么 没错 很顺啊 错 因为在英文里面 too是 就是肯定式的用法 你打球 我也打球 你喜欢看电影 你喜欢把眉 我喜欢把眉 叫做也是 但是如果负面 我跟你不一样 It is so difficult And I cannot 我也不能做 那你说 那我跟他一样 他也不能做 我也不能做 就是 因为是不能 加一个not 这个就是 否定的用法 就是 否定的用法 就是我也不能做 如果我也可以做 就是to 我也不能做 不 又加一个不 就是either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观念 所以 我也是 我也是 me too me too 但是 你不要只会讲 me too 我也是 我也是 可能是me either 我也不是 有me me too 有me either 是不是 所以这个最基本的 这个没有什么学问 反正你就是 就是说 我也是 正面的 跟你一样 正面的 就to 我也不是 那就是either 当然 英文念either 那发音都不太一样 那 那这边呢 像有些字呢 像很困难的 就difficult difficult 有点dip dip 这个音 不要念difficult difficult 那就是吐气了 difficult 那后面 就是 因为那美国人联姻嘛 所以前面你念的清楚一点 后面你稍微带一下 快一点 滑过去 他们叫联音 比如 那英文一定 difficult difficult 他前面每一个字 他都 每一个音都发很清楚 那美国叫联音嘛 不但字里面 他有后面会滑过去 他连字跟字里面 就是空隙 缝隙会 弄得很小 然后像那个 either so 这些 会念轻一点 像difficult 他会念很重 i cannot 重一点 do it too 所以我们 像英国是他比较是 都念什么 譬如 it is so difficult and i cannot do it too 应该念 either 那美国念 it is so difficult and i cannot do it either 或者either i am so difficult it is so difficult 他连it is so 都念得很轻 it is so difficult and会停一下 and i cannot do it do it 他不会念 do it 他念do it do it do it either 就联音顺便提一下 那像第二句 我下周一和牙医有约 i have a date with my dentist next monday 那我有一个约会 和牙医师 我的牙医师 一般我们用doctor 可是你英文好一点 牙医吗 医生有很多 牙医吗 是不是 内科外科 一大堆的 脑神经 外科一大堆的 内科外科 骨科 一大堆 他都有名词 所以你越能讲到 细的字 就代表你程度越好 doctor就是通称 我和我的牙医 下周一有约 没错 date 约会 有约 但是呢 应该要用 appointment i have an appointment with my dentist next monday 为什么呢 因为appointment 是比较商业的 比较正式的 那跟牙医吗 因为他要赚你钱吗 也算是一种商业行为 算是一种医疗行为 涉及钱嘛 比如你跟那个做生意的伙伴啊 客户啊 appointment 这种比较正式的 对方不一定很熟 当然熟不熟也没什么关系啊 就是那种意思 但date主要是指男女之间 男的跟女的 不管是你们已经是情侣了 但通常是指不是很熟的 从第一次开始见面到不是很熟的 真的很熟 你就不用约会了 你就不用约了 两个都熟得要死 就打通电话 我们出来吃饭了 还约个什么东西 对不对 所以男女之间那个date 那可是你跟牙医 牙医搞不好两个男的 你们同性恋吗 就算他是一个女的 你们两个想干嘛 就是你们就是 你就是去看个牙齿嘛 那就appointment 比较是一种商业行为 那男女之间 比较是用date 但date也可以是那个枣子 枣子的意思 它也可以是动词 所以我们就说 你跟牙医、客户 我们就用appointment 就不要用date 那我们再看 依我来看 他是个坏蛋 或坏家伙 According to me is a bad guy bad这个字 我们就不要念贝的 或者说 A应该念 Bad 错 他念bad Bad 所以 很多这种最基本的字 那有些每个人 像he 你怎么念都差不多 is 怎么念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guy 也差不多 所以我们从前面 有些字 它就是会难一点 对不对 difficult 这个很多念不准 念不准 像 Monday 它是R的音 它不是Monday Monday 很多人喜欢念Monday 这个很坏的跟床铺 就很难分啊 那其实老外 他分得清楚啊 很坏的是Bad 非常卷舌的 那床铺就是半卷舌 Bad Bad 像我们说 我告诉你 I tell you 它就不是床铺就是 不是Bad 你看 坏的是Bad 床铺是半卷舌 Bad 两个不一样 那如果完全不卷舌 Bad Bad 像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也是Bad 它也是半卷舌 那这样有没有错 错 错在哪里呢 错在人家不太这样子讲 人家讲In my opinion 依我来看 所以 美国人讲 或英国人讲 依我来看 它是In my opinion 而不是像中文式的思考 According to me 那是习惯性 He's a bad guy 所以就是我们习惯性 那所以 你看中国人讲英文 他就有很多中国式的思考进去 那老外就觉得 哎 有点累 结果 待会又碰到一个日本人 日本人说 不好意思 嘿 那个中国人 那个台湾人 他有 有这个普通话的思考方式 而我日本人 不甘拘于人家 我也有 哎 我有些日文 跟日文式的发音 跟日文式的思考 老外说 哇 天哪 怎么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结果 接下来又来一个阿拉伯人 最后再来一个印度人 一个下午 来四个人 哇 那个 老外就说 如果他会讲中文的话 就天王我矣 那我们再看第四个 我期望明天与你见面 我期望明天与你见面 I look forward to meet you tomorrow 也没什么错 to 后面不是 不定词里面 后面不是加圆形动词 没错 可是我们说 有原则 必有例外 讲是讲to 不定词后面加圆形动词 没错 可是呢 他如果是片语 片语最后面的那个介细词呢 他后面 他这个时候就不是不定词 叫介细词 介细词后面都加ing 动词都加ing 所以这边既然已经变介细词 所以就是英文说很讨厌 他那个每个字的他的意思会到处跑 随时转变 那他的 词性也会 也会跟着跑 然后不同的意思 哇 就 你可能就会做意了 词性不同 他的用法就不同 所以学英文有时候很累 可是好处就是说 其实真正麻烦的也就这么一些 你真的习惯了 一个个解决 解决一次也就解决了 但你说 哎呀我就是不想解决 那就没办法 所以这种 你说我期望 I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you 那就是他们的习惯 这你至少知道嘛 这种也不会太 也不会真的多的不得了 所以我们习惯一下就好 然后 下个字打错了 那陆军在这个小镇旁边 设立了一个军事指挥部 这个用法就真的比较特殊一点 好我们看 英文程度还可以的话 就是说 什么指挥 指挥部啊 指挥中心啊 headquarter 没错 the army set set 那你说错了 那你说错了 A后面不能加s 而且一个嘛 这边不中文嘛 你是中文写的一个嘛 所以这个有时候 英文字很特殊 就是说 headquarter 它这个字 它是单数 可是呢 它加s 那什么道理呢 那勉强 硬要讲的话 它本身就是单负数同行 那好 你说 你加s 负数 讲得通 那为什么s也可以当单数呢 因为它我们叫集合名词啦 就是说 它一个字 它就是单负数同行 那为什么它这个字加s呢 那有些集合名词不加s 就是说 一个指挥部 它不会只有一个房间吗 它不会只有一个单位 它叫指挥部吗 它有一个战情中心 指挥中心 总司令 或者你不一定总司令 就是上校 少将 这种阶级 他的办公室 它还有餐厅吗 那个战情中心吗 后卿中心吗 文书中心吗 一大堆单位 所以一个军事指挥部 它一定有相当多的单位 参一参二参三 是吧 董军社知道参谋单位 那所以说呢 像这个字比较特殊一点 那这种字 你不记得也没什么关系 因为这种字 不多 你真的用错人家 不会怎么样 那这边只说 举个例子 告诉你说 英文有这么一个情况 The army said A headquarters near the town 那当然有些老外 他也觉得怪怪的 所以他们就是避开 巧妙的用the 也可以啊 the headquarters the就比较好一点 不然的话 加s就是摆明就错了 用the就是混一下 还比较好一点 所以用the都可以 但是他后面加s 但是你说 我明明记得headquarter这个字 有没有s的时候啊 有 动词 他居然军事指挥部headquarter 他是动词 不是名词 名词就是习惯加s 那你说 那军事指挥部动词是什么意思 就是设立军事指挥部 就设立指挥部的意思啊 这是比较特殊一点啊 所以这边就是五个句子 就是一些比较算常见 但headquarter是比较少见一点 就是我们了解一下 英文学的道地一点 有些哪些错误 我们知道 可能是我们中文式的思考 或者是美国美语 不管英语美语 他有他的一些习惯 那当我们越了解这些习惯的时候 我们跟外国人讲话的时候 我们就会越道地 或者他讲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理解 你的讲法跟我不一样 但是这是你们讲法 就是你懂得越多 英文就越好 今天讲到这里